接下來我們的玉女掌門人 關詩敏請出列 老師老師好 老師好 大家好 聽說現在住的地方的管理員 對妳是非常的迷戀是不是 不是啦 就是他知道 我在星光大道比賽 然後他就開始叫他朋友啊 什麼都一起看 然後就是有好幾個管理員 他們就把我貼在那個電梯 電梯裡面 海報 就是類似這樣 然後還有那個公告欄裡面 就是說我在花人星光 通常就是說 社區中秋要烤肉了 會有連環晚會啦 一人交兩百塊就可以來吃Buffet這樣 現在貼妳的訊息最新動態 那妳唱歌的這些 電視上的表現呢 她也有 他們就是那個 Lobby裡面有個電腦 然後他們就會 一直在播我唱歌的畫面 一直循環的播送喔 哇塞 妳現在是 不但是宅男女生 是管理員殺手耶 太厲害啦 還是小心一點 對 妳的門口有沒有被裝監視器 沒有啦 不會要謝謝他們的支持啦 對不對 這算是我們這個管理員 貝貝們很有眼光 對不對 一起follow到這個 我們星光大道之星 觀施銘 今天要演唱哪一首歌 守著陽光 守著你 哇 這首歌超好聽 那首還是連續劇的主題曲對不對 這首歌有一個很特別是 第一個電視劇 它是有片頭跟片尾 比如說廣告進來之後 它是有一個歌曲的 守著陽光 守著你 以前是完全沒有的 它是一個開創的 OK 這首歌特別喔 請這個電視劇前面 這個懷念起那個時代的 大家可以跟著一起唱 掌聲歡迎 關心 這次在民歌這個主題 我唱這首歌 就是希望大家會被我感染到 然後希望大家會喜歡我唱這首歌 讓我支起你的手 讓我支起你的手 在等待你歲月中 我已經學會流不絕亂 守候著你 我便守護住一生的陽光 安靜 會一直為過去 一如黑夜 要躲藏 我認識那 最早期的迷信 守著照樣 照樣下 你燦爛的蘇醒 什麼樣的心願 可以等候的住 什麼樣的記憶 可以永不遺忘 什麼樣的思念 可以不怕搗散 什麼樣的日子 可以讓你不曾流淚 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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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再輕盛 什麼樣的心願 可以等候的住 什麼樣的記憶 可以永不遺忘 什麼樣的記憶 可以永不遺忘 什麼樣的思念 可以永不遺忘 什麼樣的記憶 可以不遺忘 什麼樣的記憶 可以不遺忘 什麼樣的記憶 可以讓你不曾流淚 什麼樣的記憶 可以讓你不曾流淚 讓我 讓我 不再輕盛 讓我 讓我 讓你存 Vallon привangel 給你 心思考 不遺忘 好夢幻喔 Oh my God 李全老師 覺得關世民有表現 雖然這一首歌 我並不覺得是 在他唱過的所有的歌裡面 是那麼適合他唱的 可是我覺得他的那個能力 有去抓到 他所有應該去抓到的那個部分 我覺得這是他恐怖的地方 就是不見得有 每一首都是他適合的 但他都可以去表現得 還滿到位的 而且這首歌 你能夠這麼完整的去呈現 我覺得那個天分 還有你的努力 因為每一個尾音 要這麼的仔細 我覺得那個要花很多的時間 你的輕重度 我覺得你都仔細去想過了 這個真的太恐怖了 我只能說太恐怖了 太恐怖啊 每次他一唱 我們大家就在那邊 搖頭叹息說 哇真的是天生 小胖老師有話要說 冷水胖 沒有沒有 我沒有冷水的意思 施敏你示範一下 有一句 我人是那最早起的明星 你示範一下這一句好不好 我人是那最早起的明星 好 那個那 那個輕重音 那個Crescento 那個我到現在還不太會唱 其實我一直想問關世銘就是說 比如之前我們問過練多久啊 怎麼分析一首歌 blah… 有時候其實 有些人是切割得很細 他去精準地安排 那有些人是 有時候就是憑感覺 他想都沒有想 所以你是哪一種 就是還是要設計一下 然後比賽的時候再靠感覺 馬上來看一看關世銘的分數 請評審按燈 關世銘的演唱 守著陽光守著你 得到的分數是 26 27 28 29 29 29分 請評審按燈 李全老師那一分就是希望他清醒嗎 是嗎 可是 應該你心裡偷偷還是有按那一分吧 就是我剛剛說那句話 這首歌是在他唱過的歌裡面 不是最適合他的 他還是有一些把握要上升的空間 比如說有一些音的轉音 在剛開始 他的後綴都很好 可是不是每一個開口的 每一個音都到那個地方 所以當然還是需要有上升的空間 以為他走在路上 有人拿東西丟你 不要懷疑就是管理員 好不好 OK 再一次熱烈掌聲 謝謝關世銘 謝謝 上升 謝謝 其實練習了很多 可是每次在台上都會緊張嘛 然後都是會沒有發揮那麼好 然後這次就是準備更多 所以就是在台上再整理緊張 然後也是還是會比較穩定 對 謝謝老師